接下来,将要学习的PLC是指用来进行PLC控制的设备。 那么,什么是PLC控制呢? 首先,以我们身边存在的事物为例,来学习什么是PLC控制吧。 PLC控制这个词语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太听到, 但是在我们身边的运用非常广泛。 大家一定都使用过洗衣机、售票机等机器吧? 他们都使用了PLC控制。 而控制是指使机器按照自己的想法运行。 因此,PLC控制就是指使机器按照规定好的顺序运行。 那么,接下来,我们看看PLC控制的具体示例。 首先,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自动洗车设备。 投币按下启动按钮。 首先,用水洗。 再用清洗剂去除污渍。 然后,用洗车抹布擦洗。 再次用水清洗。 擦去水渍。 完成。 像这样,可以多次重复相同的动作。 除了自动洗车机, 很多领域都在使用PLC控制。 工厂的自动化设备。 食品生产、加工设备。 大型洗衣机、售票机等商用设备。 其他各种自动化控制设备上也有使用。 像这样,PLC控制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, 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